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不容易 业障的根源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找到 然后从这个地方把它消除 业障就从根本罢掉了 不要从支支一业上来消 那太苦了 太难了 消不尽 业障的根源就是自私自利 一个人自私自利 什么样的业障 能够把自私自利的心改掉 齐心动念 利益一切众生 你的业障就从根拔掉了 没有业障 怎么说没有业障呢 没有我了吧 没有我哪有业障呢 还有什么障碍呢 这个叫从根拔出 什么事情先想到自己有没有利益 你这个业障怎么也消不了 一天念十万生佛号也是枉然 天天拜凉黄灿 我都磕破了 业障还是消不了 不然能够把这个心扣大 齐心动念 都为一切众生的利益作强 根本不想到自己 你也不要念佛 也不要拜佛 业障全部有了 这是实习在家里 去给过自心了 过失根源就是自私 什么都想到我 在变根 业障怎么个消防 要破莫知 换一句话说 一定要离妄想分别之主 妄想分别之主 把我们害惨了 害得我们无量借来 堕落在生死轮回 吃尽了苦头 我们不能继续再干了 一定要发心 不得放弃 那个根 我在讲经讲习里头常常 跟同学们提起啊 根是什么呢 就是自私自利 具体而言呢 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控制的念头 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占有的念头 这是根本啊 我们要从这里放下 彻底放下 究竟放下 让身心 让身心恢复到清净 不但你的夜障 没消 天天在增长 你学佛 佛法也天天在增长 佛法增长了百分之一 烦恼吸气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学佛这个力量 抵不过你的烦恼吸气 所以你还是要搞轮回 还是要躲散土 到底在此地 因为佛法的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 永拓轮回 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啊 轮回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 就是自私自利 只要有我这个念头 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这个念头变现出轮回 你这个念头天天还在加深 你怎么能够脱离了吗 所以佛法的教学 第一个叫破我执 破我执的落实 就是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打掉 不齐心动念在意 齐心动念决定是为别人的利益 为一切众生的利益 为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样就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 断掉了 念如是啊 行也如是 我们所作所为 都是帮助别人 帮助学会 决定没有私心 所以这个世间人感觉的奇怪啊 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人家做嘛都是自己有利益了 你们为什么不求自己利益 谁在让他不懂啊 我们这样做自己得最大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永远脱离轮回了 你们所看到的利益呢 是流到轮回里面的事情 我们所看到的利益 是轮回以外的事情 这一点要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你自私自利的念头啊 就很难放下 你要知道三途苦 知道人间并不快乐 知道得人生文佛法积远太困难了 你应当下定决心 要放下自私自利啊 必须小得无量借来 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 谁害了你的呢 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害了 真正觉悟了啊 再也不干了 不受这个害了 其心动念为一切众生 决定不为自己 这就对了 只要这个念头转过来 超凡如圣 凡圣的差别就是一念之间啊 一念谜就是凡夫 就是流到轮回 一念绝就是一阵法界 就是极乐世界 一定要绝 我常常劝勉大家 自私自利是投贯 如果不能放下自私自利 那就一点办法 其心动念会想到我 你永远不会真的发生 所以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啊 我跟李炳南老就是十年了 这位老菩萨了 天天在这里叮咛我们 不断的重复啊 说修行人要改心呢 改什么心呢 没有修行其心动念为自己 真正修行呢 其心动念为众生 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你你想什么呢 想正法救助 一切圣贤教会 能够长驻世界 发扬光大 利益众生 我们常常想这个 常常想啊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帮助他们利苦的路 我们自己能够 十几亿为人 从这个地方转起 绝对不要看到一种事情 首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 与我有利的我就做 与我没有利的 与众生有利的 我都不愿意去做 那你就错了 你还是轮回心 天天造轮回业 你就是念佛 这一生也不能往生 你还搞六大轮回 为什么呢 没有血轮回心呢 所以佛法自始至终 就是破莫之 为什么在修学过程当中 叫你法院回向 回向呢 就是把你所修所学的 一切功德福德 都送给别人 自己不要了 就是为别人修的 不是为自己修的 换句话就是 把自己给忘掉啊 这是大成破莫之 绝妙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莫扩大 大耳化之 这个小莫就没有了 什么是莫呢 近虚空变法界就是莫 为一切众生作祥 就是为莫作祥 为莫作祥 就要为一切众生作祥 这个是乡业者